美国总统拜登在时代杂志星期二刊登的专访中 谈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 他说每个人都谈论中国有多强大 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而一带一路倡议令人讨厌 拜登还驳斥了一带一路倡议 成功帮助中国在全球突破 挑战美国和俄罗斯影响力的说法 当被问到中国是否干预美国大选时 拜登还表示 由证据表明相关干预正在进行中 另一方面拜登也指出 他不排除动用美国武力保护台湾的可能性 在此之前 拜登至少已经四次表态愿意出兵保台 台湾中央社报道 时代杂志问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经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下令 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 而拜登曾在多个场合提到 将动用武力保护台湾 这是什么意思 拜登表示 他已经向习近平表明 美国过去与中方签署协议 美方政策是不寻求台湾独立 但事实上 如果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美方也不会不保护台湾 因此美方继续提供能力 并与区域盟邦协商 时代杂志还问拜登 是否排除在中国侵台的情况下 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 而拜登则回应说 不会排除动用美国武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